天平男都還蠻好色的 確實 確實 特別喜歡你 特別喜歡你 天啊天啊 好熱 嗨 你好 我是金金 我是遠豪 你什麼星座 我是摩羯座 摩羯 好 好 為什麼說好 通常聽到就是說 會很難搞 的確 但就是不要踩到他的地雷 他是不會難搞啦 OK 那你是 天平 天平座 就是聽說天平男很花心 很花心 我個人的話會覺得就是 只要遇到對的人 我們就會很專情 只要遇到對的人 那如果不是遇到對的人 那就那是這樣嗎 在我選擇之前 那都是要做什麼 認識 對 好好 我懂了 嗯 那我要來問第一個問題囉 好 你猜猜看哪一個是天平座的男生 大家比較不知道的小秘密 小秘密 OK 第一個 同時追很多人 第二個 他會裝可憐 就是讓對方卸下一些心放 第三個 在摺偶的方面是比較看外表的 第三個 第三個很刻板印象 我先把它刪掉 應該是 錯 答案是哪一個 就是你第一個刪掉的 好真喔 對 就是可能我會覺得第一眼很重要 所以不是那種單純的外貌 是就是這個人形象 對 打扮得乾不乾淨 然後感覺 哇我猜錯了 那 嗯 好緊張喔 你不要亂畫喔 這個是 腮紅 你第一次幫女生化妝嗎 真的是第一次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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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 摩羯女跟什麼星座合不來 第一個 母羊 第二個 水皮 第三個 雙魚 我選三 雙魚 雙魚 你覺得為什麼 因為雙魚就是一個 爛的好人 可是我選的是水皮 你錯了 好 我要選這個好了 它應該是一個 潤色複除的膏 OK 有顏色的喔 來 真的很水潤耶 而且很好推 我可以感受得到 變很有氣色的感覺 喔 精神會比較好一點 對 好 第二個問題囉 天秤座跟什麼星座最合不來 第一個 雙魚 第二個 巨蟹 第三個 你的星座 摩羯 首先先把我剔除吧 雖然很意外 但我會選 巨蟹 為什麼 就巨蟹的優柔寡斷 是很明顯的在優柔寡斷 但是天秤座的優柔寡斷 是藏在心裡 所以他會覺得巨蟹表現出來 那種東西讓他很不爽 你完全猜對 錯了 好那換我問問題 換你換你換你 摩羯女會被什麼星座的男生吸引 第一 天蠍 第二 你的星座 天秤 第三 雙魚 我覺得是我的星座 錯 錯了 欸是天蠍耶 天蠍 天蠍座他就是很敢愛敢恨 然後摩羯其實就是一個 心裡有想可是不太敢的星座 所以就會不由自主的 OK 要畫什麼 喔眉毛好了 欸其實我很想把你眉毛就是 畫大歪耶 你可以嗎 大歪 隨和的天秤應該是OK 當然會是好 好喔 那來 我來試試看 讚了我還是給你一個好看好了 如何 喔 還不錯欸 形狀有出來 就是 這樣 你說波浪型嗎 哈哈哈 我剛剛看你手這樣平 沒有吧 好 好 接下來想要問的就是 天秤座對手星座的女生最 招架不住 第一個 雙子 第二個 水瓶 第三個 射手 雙子女 雙子女 錯了 該不會就是射手 就是射手 啊我選錯了 我的選一選錯 其實天秤他很愛自由 他比較不喜歡被約束 射手也是啊 對 就是一樣啊 所以我們會比較欣賞那個 就是跟我同性質的人 這樣的話我就可以生很多麻煩 那你覺得我有吸引到你 啊哈 有 有 還滿滿好的 眼影嗎 那個大小 沒錯 它就是眼影 OMG 真的 真多啊 是不是很害怕 那你 眼睛閉起來 很漂亮耶 它確實有曹光喔 好了 可以了耶 我覺得很好看耶 真的 真的 好 換我問下一個問題了 摩羯女的地雷 1 不手勢 2 亂花錢 3 沒有計畫 好 我選第一個 那我告訴你這是一個陷阱 答案就是3 沒有計畫 就是它涵蓋很多東西 例如說時間啊 空間啊 金錢啊 OK 那所以其實我也算半對嘛 但是你還是要被畫 我來選一下 好 喔 這是頭皮蜜粉 頭皮蜜粉 就是這樣 然後它會像粉撲一樣這樣撲上去 然後就是你這樣子按壓 讓髮量看起來比較多一點嗎 喔 有那種意思 還不錯耶 到我囉 好 好 大家都會說天秤的男生個性很遂合 第一個 是 第二個 不是 第三個 他是有條件的 3 他是有條件的 你為什麼老師猜對啊 哇 他還是有一個底線在那裡 他不是就是像大家表面說的那麼好講話 對 沒錯 那我下一個問題 看摩羯女 吵架如何和好 1 好好分析一下自己錯在哪 2 真誠一點 就是坦白什麼都講出來 3 主動一點 我覺得是第一個 這個 好好分析 可能分析自己錯在哪裡 然後再去跟他講這樣 答案是3 主動一點 因為摩羯女啊 有時候也會知道自己錯在哪 很需要對方主動開個頭 自己很難踏出那一步 你有錯了 我有錯了 這個好了 蓬鬆頭髮噴霧粉 交給你了 交給我 他出粉末啊 而且他粉末滿快就消失了 而且他這個做得細細就很好用了 我一直噴就覺得你頭上好像冒眼 好像什麼王子 我覺得你玩得很開心 對啊 很讚耶 比剛剛就是這樣子噴起來 OK 這一個問題呢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天秤的男生很好色 第一個 是 第二個不是 第三個 皈依佛門 六根清淨那一種 是 沒錯 你猜對了 那你覺得為什麼啊 以前說為什麼你會覺得是 因為我認識的天秤男都還蠻好色的 確實 確實 可是我們是不會對大家都這樣 只有對他很有感覺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才會就是 就只對他一個啊 就是把所有的經歷都 你就長篇大論在描述色 都給他 好 那我來出下一個問題了 好 如果前男友想要挽回我的話 他要怎麼做 一 欲情故縱 二 講好聽的話 然後好言好語相勸 三 幫我想未來或者是想我們未來之後會走得怎麼樣 我覺得是 欲情故縱 該不會又錯了吧 叮 又錯 對 我的答案是 就是 幫我們想未來 到底可以走怎樣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實際的東西 我才會知道我要不要跟你繼續走下去啊 例如說欲情故縱 我就會覺得很煩 好來請介紹下一個 好 那我們來選一下這個 這個 這是什麼 男士清爽BB乳液 來 我們來試試看 喔 喔 這蠻好推的耶 真的很像乳液耶 嗯 OK 怎麼樣 有耶有耶有 你準備好了嗎 還沒 還沒 還沒有啦 好我再給你三秒 好一二三好我準備好 OK好 怎麼樣 眼睛真的很棒耶 有一種雙眼皮更明顯的感 其實你上 其實你上的地方上的蠻好的 有沒有 三眼你真的第一次嗎 我這是第一次畫 第一次幫女生 真的畫得很好 嗯那接下來 你準備好了嗎 好了 好了 請 欸我覺得頭髮是真的變得比較 頭髮的部分我表現得很好 我覺得很好耶 嗯 而且那個眉毛 蠻好看的耶 對喔 啊那個BB乳液 它校色校的蠻好的 就是那個膚色是剛好的 對對對 比較一般大眾型 沒有我覺得你是特別型 特別喜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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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講話啊 嗯好 而且那個唇色我覺得很亮 就是你整個人看起來比較有氣色 嗯對 沒錯 不錯吧 我畫不錯吧 謝謝你 好我也謝謝你 哇 喔 這個分數還滿硬嗎 喔真的很高耶 喔 為什麼會少那三分啊 那三分我覺得可能會留給以後吧 就是相處之後的感覺 喔天啊天啊 喔 喔 好熱好熱 其實就是我給你的分數就摩羯女來說很高了 很高嗎 真的 因為我們就是初次見面都會比較戒心 可是我覺得你很 輕易的就卸下我的心房 在認識的那個過程中 如果我覺得對了那個感覺就會 那那你覺得我我對嗎 你覺得那個分數對嗎 還滿對的吧 一般來說 比較不會給到這麼高 因為我注重的是那個感覺 然後聊不聊得來 好那我們待會就去看 看電影 喔 然後再吃個飯 我覺得今天很開心 我也滿開心 你也很開心 那就好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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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